第59章 八十年后的纳克 黑夜中 磨砂族分身千无声息地离开了孟纳城 直接一飞冲天回归机械族飞船 机械族飞船的控制室内 罗锋坐在沙发上 脸色冷峻 低河岛 出发 去烟港岭 机械族飞船立即加速 开始朝烟港岭赶去 怎么了 罗锋 恶魔巴巴塔也坐在沙发上 在大概五十年前 羽刀门被灭 罗锋眉头紧皱 精英力量被杀之一空 灭掉羽刀门的 竟然是羽刀门的大徒弟 大概三十年前 一位银发的精神念师出现 将那元凶给击杀 而后离开 小纳克呢 恶魔巴巴塔问道 很据那两名护卫的一些描述 我怀疑 银发精神念师就是小纳克 罗锋说道 我当初留给他的 也是精神念师的修炼之法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小纳克很可能去烟港盾了 嗯 恶魔巴巴塔点头 错 机械族飞船正在血落世界外虚空中 迅速飞行着 一天后 抵达烟港岭外的虚空中 按照老办法 原和在本尊体内 本尊留在机械族飞船中 磨砂族分身则是悄然进入冲破云层 前往燕港城 夜 寒风呼啸 在燕港城外千万公里外的一座山林中 其中一个山笔洞穴内 琵琶 篝火燃烧着 令洞穴内一片温暖 爹 高大银发青年 在地面上铺着布 手中凭空出现一些食物 我们吃饭吧 一口气 我们逃这么远 现在距离烟港城 最起码有千万公里 而且我们也没进城 而是在荒野中 漫无目的想要找到我们 没那么容易的 嗯 面容苍老 一头凌乱银发的中年人点点头 端起旁边的果酒 拿着放在布上的食物 边吃边微笑看着眼前的青年 眼眸中满是喜悦自豪 感叹道 可可 你比当年成熟多了 爹能够在死前看到你 老天待我不薄 说说 你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 爹找你都急死了 爹 银发青年纳可摇头道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纳可 将当年的情况 详详细细都说了一遍 听得那部眼睛瞪的滚圆 竟然 竟然是我同意你跟那风大人走的 然后抹掉记忆 纳不经缠 随即笑了 嗯 我的确会那么做 跟爹讲讲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看你 似乎受了不少苦 血络世界的土著们 天生都是大地级 行星级 而且广袤的范围 令血络世界有很多特殊血统 纳架 血统也有点特别 就是成年后都会变成银发 是这样的 当年我被风大哥带走 银发青年纳可缓缓续说起来 那一夜 我逃出孟纳城 那时候我就发誓 一定要给师父报仇 我在通连山 碰到了我的另外一位师父 我和两位义兄赞别 狂自回燕岗城了 来到燕岗城 我控制筋骨肌肉 改变容貌 加上当年燕岗城 没几个高手认识我 现在我又是云霄级 我悄然查灰 知道家族被灭 爹你却活着 我就几乎肯定有阴谋 便先进入城主府 当了一名将领 经过半年 纳可说了 足有一个多小时 才将这八十年事情 全部说完 纳不看着眼前的青年 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谨慎 狡猾如虎 杀伐果断的青年 是当年那个盲目崇拜 热血 傻乎乎的小纳可 自己儿子的经历 的确很丰富 盖纳城 通连山 阎某族 那可经历一件件事情 一次次生死编练 徘徊 也完全磨练出来了 你长大了 纳不轻声感叹道 我最该感谢的是 风大哥 银发青年笑道 风大哥的确为我 准备太充分了 正因为有这些 我才能遭受挫折后 一次次爬起来 最终达到云霄级 不过云霄级 不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领域级乃至世界级 嗯 纳不连点头 快为不已 当年赌对了 在此刻的烟港城中 城主府内 你说 找不到 紫衣女子站在厅内 冰冷盯着眼前的城主 图阳温 图阳温连功身惶恐道 是属下 是属下 你给我说清楚 紫衣妖媚女子 双眸一寒 是属下的失误 我已经发动百万军队 去各个方向探查 图阳温额头都是冷汗 因为它仅仅是领域级初等 而眼前的紫衣妖媚女子 却是领域级高等 而且这紫衣妖媚女子 还是世界主私庸的爱徒 随时能够灭杀她 而且唯一让她做的事情 监管纳布 她就出了大纰漏 她怎能不惶恐 白痴 废物 紫衣妖媚女子冷笑道 百万大军 你之前都说了 是你麾下那将领的问题 那将领是云霄级精神念诗 她的飞行速度何等的快 一口气飞出千万公里外 都不是难事 你派百万大军分头去各个方向找 你说你蠢不蠢 蒲羊温一丈 滚 滚 滚 紫衣妖媚女子连怒道 是 蒲羊温连退去 带得走出这屋子 原本一脸惶恐的蒲羊温 眼眸中却是掠过一丝不屑 对 我是白痴 如果不是白痴 当初你怎么会支持 我当这个城主呢 等着吧 等我主人一声令下 看谁才是真正的白痴 听内 紫衣妖媚女子看了一眼蒲羊温 摇头冷笑 真是没用 幸好我当初根本就没将希望放在这个白痴身上 第 紫衣妖媚女子翻手 手中出现一通讯器 通讯器显示屏上出现一地图 地图某处出现一光点 紫衣妖媚女子顿时笑了 谁傻乎乎地一直盯着 我当时直接令她昏睡 在她那经受刑罚重伤的身体内 植入一小型通讯器 不就随时知道她的位置 通讯器和宇宙飞船比 制造难度简单亿万倍 那些个世界主 给自己的麾下重要人物 都发放了通讯器 紫衣妖媚女子 作为世界主私用的左膀骨壁 弄到各种型号的通讯器 非常容易 距离这果真超过千万公里 紫衣妖媚女子一笑 我不急着抓 先盯着 估计那个银发人会带着那个纳捕 去见那神秘高手风 紫衣妖媚女子 立即给她师父私拥 发送讯息 随即便独自一人 直接飞出城主府 在黑夜中 一飞冲天 朝纳布 纳克父子二人所在处飞去 他是燕港城内 实力最高者 燕港城军队动荡 根据查诈 都是去找纳布和银发将领了 嗯 那银发精神念师将领 应该就是纳克 而这女人 这么深夜飞出去 很可能是知道那不 纳克的位置 一道黑色幻影 尾随着紫衣妖媚女子 破空而去 过千万公里 即使是紫衣女子 是狱主八街高手 在血落大陆超强引力下 能达到秒速一千公里 也飞行了三个多小时 才在山林中潜伏下来 暂时不惊动她 师父很快过来 就可趁机抓住疯了 那神秘高手疯 竟然敢杀我两位师兄弟 和神殿特使 真是该死 紫衣妖媚女子 站在一棵足有三米粗的 粗壮大树的树叉上 冷漠遥看远处 气息却完全收敛 狱主的确擅长收敛气息 而此刻在紫衣女子的后方 正站着一名黑衣男子 恩 紫衣女子若有所觉 有些疑惑朝后面看了一眼 当看到站在半空中的黑袍罗锋 顿时脸色大变 黑衣 黑色短发 青年 你是疯 紫衣女子表情郑重 死死盯着眼前的黑袍人 你在找我 恭喜你 你找到我了 黑衣罗锋点头 咻 紫衣女子眼眸中 立芒一闪 瞬间施展了精神攻击 同时准备在浮以念力 兵器攻击 恩 一道美丽动人的刀光亮起 刀光璀璨令人迷醉 紫衣女子不由的神情恍惚 随即整个人意识 就完全陷入黑暗当中 刀光消失 罗锋手中的血影战刀 也直接收入空间戒指中 随手掐着这紫衣女子颈部 紫衣女子身体紧紧腹部一点伤口 刀光透过伤口 直接刺穿那颗命核 令其殒命 论实例 经过八十年前修 体内世界吞噬着 大量配比好的珍贵金属 效率达到52倍 八十年就相当于四千多年 而御主级的进化 七阶 八阶 九阶 这最后三阶都需要一千二百年 从御主级九阶到戒主一阶 更是需要五千年左右 现如今 金角巨兽 磨砂族分身 都是御主级九阶 而在境界上 更是高的离谱 靠能够数十倍 政府法则赶力的磨砂族分身施展 更是可怕到极致 什么人 洞穴中 银发青年那可脸色一变 站在洞口前 是我 黑衣罗锋 直接从半空中走来 手中拎着一子 一女子尸体 风 风大哥 银发青年那可瞪大眼睛 风 风大人 那不也吃惊得很 银发青年看到罗锋手中 抓着的尸体更是吃惊 这 这是世界主司庸的三弟子 他 黑衣罗锋 随手将子衣女子尸体扔在地上 道 你们现在比较危险 世界主司庸正在赶来